東方龍型拳的技擊法其實有四個決 就是四擊法和三節四招打 四個決就是我們練武術 就是要快、準、狠、勁 四擊就是踢、打、摔拿 就是武術裏面的要求有四個範圍就是踢、打、摔拿 我們還有三個通節的手法 三個攻防的手法 我們練那四個擊法就是 每一個龍型拳的手法裏面 都可以盡量做到這四個擊 用拳打加上腳去做擒拿 還有去做縮跌別人 是這個四個方法 每一招能夠做到這四個方法就更加好了 我介紹了三個通節的頭髮 就是上邊來的我們就用tail 和夾 中的就是爛 和夾 我們叫夾 跟著就是下面我們就用撼的頭髮 所謂上來跳、隔、中來爛、隔、下來撼、砍 這三個就封住手法 攻防呢 我們就說先招以後打 或者是連宵帶打 或者是不宵而打 就是說我們先隔了他 然後跟著再打出去 例如說跳、踢獎 如果連宵帶打 一來我們隔手和連續攻擊出去 隔手和連續攻擊出去 和我們的偷棄五個打出去 還有就是不招而打 就是說如果對方來我們不是用手去擋 是用新型步伐去打出去 就是不招而打 我們手法呢 龍仁拳的手法是有 最主要的就是貼、摩、化、立、劈 貼、摩、化、立、劈 最明顯我們做練功的就是 用我們的摩扣手去做這個功法 摩扣手就說我們這隻手去貼、摩、化、立、劈 然後劈手上去左右手貼、化、立、劈 就是我們的手法 每一個手法裡面呢 都離不開這五個程序在這裏 其摩、化、立、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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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除了這個摩扣手之後 如果熟練了之後 我們可以任何招式希望都有這五個程序 例如背勁手我們是貼、化、立、劈 靠近的是貼、化、立、劈 都是有這個程序在這裏 左手我們是貼、化、立、劈 貼、化、立、劈 都是我們的要點在這裏 好了 我就一個徒弟和我示範一下這個手法 手法就是說 如果我們貼、化、立、劈 如果一招慢的動作就是貼、化、立、劈 打出去 再轉貼、化、立、劈 就打出去 如果用背勁手呢 我們就可以用一勒手 這個貼、化、立、劈 這個是拳打 加上腳呢 它一來用貼、化、立、劈 就是打腳 拳打腳踢 例如它擋住我自己的手 我就用背勁手 這手擋 接著一轉手 我手背勁手 它就計算了它做了擋 再加上如果我跌呢 我一吃下去 它就跌了 跌了在地下 我們用一個招式可以變成四個打法 踢、打、摔、立、劈 都做了 例如碎條也是它一來的時候 我把蠟 砍 砍下去 好了 然後我做琴蠟 我用腳打完了 它一踢 就是打完腳出去 再加上琴蠟 一打一轉 一砍 壓下去 把它做琴蠟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快 這樣就可以將它變成了 鎖 我們做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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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一般手一衝脫 多數都是這樣 打不出去 但是這個是打的打法 如果我們用來做琴蠟 一轉手 一轉 就可以做了琴蠟 那邊手一轉 就變成做了琴蠟 我們的手法可以暫時示範了這幾下 我們來做琴蠟 我們來做琴蠟